NBA新賽季即將在10月22號正式開打 而在每一年的賽前之前 都會進行所謂的Media Day媒體日 至於Media Day到底在做什麼呢? 請來帶您一探究竟 你應該看過Curry在場上的神卷銀資 也可能看過Curry在奧運場上的神蹟 但正在化妝的Curry真的不這麼常見 NBA一年一度的媒體日就是勇士全隊隊員 進行包括定裝照和各式媒體宣傳的活動 拍完了帥氣的定裝照 接下來就是和各媒體的面對面問答時間 而今天的勇士隊最令人關注的 當然就是後Clay Thompson時代的來臨 休記期間勇士普京跟KT一樣 擁有強大外線能力的Buddy Hill 而Curry也期待新氣象的來臨 出了球隊的新人精細象 今年暑假天 Kerry來到巴黎 在全世界的注目下 在巴黎奧運舞台上 重現史上最準射手的本領 身為奧運菜流的Kerry說 這段回憶 他永生難忘 他都會不會看著他 看著他在桌上 看著他在桌上 Kerry把頭撥在後面 我感到驚喜 這隊的表現是很美 因為我們表現的能力 我們表現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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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巨頭Dramon Green 對於老戰友的離去 心情同樣不捨 但在球團管理層的運作之下 Green對於新球季 依舊信心滿滿 我認為你能做到最好的事是 不做一件事 我認為我們做了一個很棒的工作 在外出獲得一件事 會幫助這個組織增長 會讓年輕人的機會增長 還會保持這個組織最明顯的未來 媒體日結束之後 勇士隊將先開拔到夏威夷 開始進行季前訓練營 緊接著在10月4號開始 正式進入季前熱身賽 今年勇士一共進行6場熱身賽 包括3場主場在世 隨後就將在10月22日 正式展開2024-25球機